阿囉哈 這是你們喵咪打戰爭 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的9點晚上 是我們的隨便的遊遊隨便打環節喔 那這邊剛剛哲平看到我們這個 僵佛烈火山啦 目前來說裡面是已經打到第19區了 然後它最後一個 居然已經不是什麼自熱洞穴第20區什麼的 它是一個問號問號問號欸 那你們猜裡面會是什麼東西呢 裡面只有一個敵人喔 之後應該就會釋出最恐怖的敵人吧 應該喔 好不好 所以這個可以讓人家期待一下這樣的感覺 然後上次在打這個 自刃洞穴19區的時候確實是頂麻煩的 因為有貓頭鷹那些的 所以就是比較偏難打這樣子喔 那你們覺得接下來下一隻生物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超瘦噴噴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關卡的想法囉 我覺得真的應該頂有趣的喔 那這邊我們就盡可能往前進喔 因為待會就是有貓頭鷹要鬼來了好不好 先看一下能不能把這個弄死 然後我覺得現在目前來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康康五貓的環節 康康五貓只要能夠打到幾個下 就完全沒問題了 打多一點打多一點 然後把這個珠珠給打到後面好像也是ok 我覺得好像不太需要那個欸 不太需要就是出那個初號機的感覺欸 感覺初號機好像沒有到就是真的那麽頂優 來來來來走起 然後待會的話就是有那個紅色火紅 火紅馬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有帶上這個 章魚狐貓 來抗一下 應該是ok的 章魚狐貓走起 噴爛噴爛 go go let's go 可以喔 拜託了 弄死這個 貓頭鷹 先把他弄死 不然我們要完蛋啦 好像還行吧 好像還行 好像還行 反正撐住這個波動就可以 nice 章魚狐貓我得省 好不好太省了 然後那邊飛腳貓 我記得這樣好像就ok了 上次真的就比較麻煩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很有效的打死那個誰啊 打死我們那個就是異星的那個珠珠 然後珠珠超級無敵硬邦邦的 我也不知道他硬幾點的喔 但現在目前看起來是ok的 先把他們給處決掉 沒問題 這邊的話我們的貴賓犬全掰掉了喔 掰走掰走 然後這邊看一下 這個章魚狐貓這個 沒有扛到這個波動之真的很慘 拜託了拜託了 撐住撐住 又來了又來了 喔對了還有這個 哇 我都忘記了 還有河豚吶 完蛋囉完蛋囉 你們看一下那邊先把個幾隻給弄掉 不然就完蛋了 拜託了先來一點點 怕要死翹翹了喔 再有貓 然後675 魚的貓 哎唷喂呀 可以 拜託走去 先把那個貴賓犬全處決 貴賓犬全處決我們大概就有一點點錢了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先慢慢出 不要一次出太多 拜託啊 康康五毛 康五毛絕對是我們這關的神啦 有有有有 看他在那邊先把那個異星珠珠給打死 我覺得反而那個河豚好像 沒到這麽的有威脅性的恐怖 哇 要不然就是先把那個紅火馬先打死 但是我覺得現在 如果沒有先把那個異星珠珠給打死 紅火馬我們應該是動不到了 應該是動不到了耶 加油啊康康五毛 我求你了 哇 這個河豚 河豚尷尬 救命 拜託 康康五毛再打一下 有 喔 死了 死了就完美了喔 完美無缺 但是這邊 這波動還滿噁心的 有有有有 這樣贏定了喔 耶 輕輕鬆鬆啦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大概是下一個版本更新吧 那個問號問號問號 你們猜裡面是什麽的 我覺得應該是 可能是滿大隻的一個生物喔 那個 高週可以來看一下喔 然後版本更新 馬上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一關究竟會 蹦出什麽東西這樣子喔 那這一次我們的這個壽石關卡 最新的這個敵人大概就是那個 不死的燈籠魚啦 所以大家如果 覺得就是滿恐怖的話 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既然目前來說 壽石關卡的這個角色排名 有沒有就是變的就是 欸 這個進度啊 或是那個就是角色 你們覺得哪一隻變得最可怕的 也可以分享給這邊知道囉 好 那我們現在來繼續打一下 我們這邊的 恐怖的這個 無告禮海星世界啦 驚喜齋都心 好不好 來看一下 真實在都心 跨買解 上次那個莊孝維公路也是滿噁心的 因為滿多那個天使敵人的 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這邊有沒有辦法 大錯好成績 哇 女王瘋啊 我的天 那這關看起來應該有可能要先那個 要先帶那個什麽了 要帶那個 魚人貓那些 就是比較 速度比較快的喔 不然應該要被這個 被這個女王打到一個趴掉了 這關感覺要帶那個耶 要帶黑姐了喔 因為這邊還有那個麻煩啊這個 麻煩啊這個什麽 海豹 海踏 哇靠 完了 我先說再見 我要沒啦 各位 為什麽這個章節都著名的恐怖 我要爆氣垂桌了喔 要爆氣垂桌了喔 各位 完蛋了 來來來 這邊看起來的話就是要先那個了喔 先來一個那個 先來一個這個 然後有這個隊伍 我先把那個什麽 先把那個 先 欸 等一下 這個吧 對 先把我們這邊的原本那個什麽 原本的連組換回來喔 自換 然後 這邊 要放一下魚人貓可以 然後二人組 怒煞下來 然後 要放個黑姐 黑姐趕快先把那個 一般的海踏給打死應該就比較好 然後出號機這邊換一下 拉麵王是不是 這邊好像沒有帶拉麵王 還是不要帶拉麵王 拉麵王會不會太卡 好 先這樣子周期看看喔 不然我們要掰掉了喔 希望可以獲勝 來囉 拉麵王 黑白做 欸不不不 我是不是開錯關卡了 不是黑白做運河啦 是這個啦 驚喜宅都心才對啦 來來來來 呃 女王 女王 女王瘋 這個人家趕快卡到前面欸 不然這個 這個會很麻煩 弄死弄死 然後 今天卡在這邊 然後4300 黑姐 黑姐應該不會被射到吧 應該不會 我記得不會 呃好像會 完了 欸可以可以可以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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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趕快趕快 部隊前進 部隊前進 但是應該還好啊 我記得那次好像 血量沒到很高 我不知道 這海豹 海踏軍團欸 可以可以可以 撐住了撐住了 反正進去不要被那個女王瘋弄到就OK了 小羽 還敢亂搞啊 小羽 哈 YES 好啦 小羽掰掰 嘿嘿 沒問題 蜜蜂女王 小羽 青青龍 集快 驚喜宅都心 可以 太好了 好險喔 好 這邊的話看一下喔 再來是 連蕭圍山洞 繼續用這套隊伍試試看喔 連蕭圍連起來 看一下喔 我覺得現在就盡可能能夠往前進 我們就先往前進了 不然待會出什麽大事 有 直輪貓 可以喔 喔 波動了 哇 這關看來 又是一個波動大本營了喔 喔唷 好險我這邊有帶黑截耶 不然這個貴賓拳拳不知道該怎麽辦 好 弄死弄死 貴賓拳拳 全部給我 回家 回家睡一覺 滾滾滾 喔 可以喔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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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爛噴爛 可以可以 這樣打得了就好了 走起 部隊前進 哇 來了 哇 這關這個也是頂麻煩的 啊 完了完了完了 沒有帶上什麽抗波的 死定了 古代的這個 哇 完了 誒 說真的 沒有那個抗波動的角色打 要打這個紅色五尾熊還真的是 頂難的耶 完蛋囉 各位 死定了 死定了 不愧還是我們的破洞之王阿好不好 要那個虛無味熊 果然還是很可怕 GG 果然沒那麽輕鬆阿 要那個虛無味熊 尷尬了 連消為山洞喔 好 沒關係 我們今天主要來說 讓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們那個 江柏烈火山啦 後面的話基本上 原本的最後一關都是有什麽 就是下一個區域的第20關 但是現在來說好像是直接變成一個 問號問號了 所以那個應該就是我們這個 獸食關卡的最後一個區域囉 應該就是那個 大家覺得會是什麽樣的敵人在裡面等著我們呢 因為他只有一隻啦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會不會是我們的超獸噴噴呢 感覺應該蠻酷炫的喔 好啦 今天劇情玩就到這邊啦 我是傻伯奇啦 大家掰掰啦